但是關於幾個議員都說了 什麼時候日後推薦 不知不好 有好有和不好 就是不是那麼好 我想大家也要清楚澳門的具體情況 不要說過不知 現在四肢兩點的問題 因為事實是有些大廈 是不被撞就不被撞 所以搞清楚一件事 我們不可以日後五肢 只是靠電燈池 我們必須要放一些是高位 是用來保證到有好的覆蓋 包括整個 所以不可以只是靠電燈池 要放一些高的地方 所以現在不要說五肢兩 現在四肢兩點 我們都有問題 有些地方是收得不太好 收得不太好 因為沒有一些高的地方 可以放到一些天線 因為那些市民比 好了 林若鳳議員問有沒有宣傳 我在那裡都說了幾次 是沒有問題 全世界都有人放 但是這件事我們都尊重 或者是心理問題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全世界都各人都放天線 在那裡 但是那些大廈有業主 如果那些業主不同意 我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四月四月 是不是收得很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些地方不是收得那麼好 不是因為各公司 我們電信公司 在沒有地方放那些天線 尤其是有些大廈 放了那些業主 都叫剝分它出來 都有這樣的情況 不多 但是都有 所以某一些地方收的電話 收的信號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日後不知道都會 所以我再強調一下 我說A區是因為 麥瑞群議員問了A區 A區就說 在一個新的地方 我們或者好一點的條件 用來擺一些東西 但是在澳門半島 就是現有的地方 我想不多不少日後 都會有這些情況 可以再發生 就算是對著 對著 對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